歡迎收看新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和各位介紹 這一家路的節目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謝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震亮 主要平安 立法委員吳宗憲 大家好 我們會看到 在副議案表決結束之後 其實這個國會改革的路 還沒有結束 因為現在民進黨繼續出招 用思路來申請示憲 那思路包括要用 總統府 行政院 監察院 還有民進黨團方思路來出擊 但是分頭前 他申請事件之前 藍營也喊話賴清德應該要三思 不要只想悶死國會 那現在包括了民進 國民黨的立委羅志強就說 接下來重點就在大法官的身上 大法官應該要認知自己是 憲法的守門人 而非民進黨的看門狗 當然聽到這句話之後 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民一定不爽 他怎麼說 他說這樣的說法也很不得體 而且惡辭 難道藍白要對抗國家 憲法和人民嗎 民進黨團已經擬定 釋憲本文 要做暫時處分書 也完成連署 將在第一時間送案 而過去一陣子在所謂的監控說 這個非常沉寂的王毅川 這個時候就突然講話了 他說什麼 他說他批國會改革覆議案 是韓國瑜投票代表不中立 他怒指有一個勢力揭露 什麼勢力揭露 我光不看就知道了 他一定就是講說 中國逼韓要表態 所以他指的勢力就是中國勢力 說在中國 中國在台灣培養協力者 將覆議案通過之後 全面介入台灣的內政 這一話出來之後 在網路上網友 也是討論非常熱烈 那現在這個青鳥變成散鳥之後 那青鳥現在何去何從 網路上就有一個PTT的報導 這個網友發文說 是不是開始要批鬥父母了 他說他真的受不了他媽媽 每天一直講視頻視頻的這種話 他說問他說那你是中國人嗎 結果他媽媽說我是中國人 那又如何呢 他說那你趕快回歸祖國 在台灣幹嘛 他說你管我要幹嘛 結果他整個話就爆氣起來 結果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引發討論之後 網友就回他了 有本事說快點出去住 不要再讓中國人養你有夠丟臉了 結果你知道這位網友他怎麼回嗎 他說不好意思 養小孩養到18歲是義務 結果PTT的網友就笑凡 他說綠位病道連父母都可以出賣了 講了一個中國用語 就變中國人真的是笑死了 趕快去黑熊學院吧 接下來看到的是 除了國會的戰場之外 要延伸到國會的擴權法的修法 現在彭博也報導說 晶片業的員工現在擔心 台積電的機密外洩 怎麼說呢 彭博報導說 立法院外有一名抗議者是 現年35歲的晶片產業的員工 他說如果立法院傳壞 並且調查台積電的話 他們將迫使洩漏商業機密 基本上台灣就完蛋了 現在這個說法 現在被很多綠營的側翼 不斷的放大說 現在變成是不是 要索取台積電的機密資料 這句話國民黨立委 洪孟凱就氣詐說 民進黨難道就只會抹黑嗎 他說他索取資料 只是為了要關心地震後的災損 要求國會掌握科學園區 恢復正常運作 居然可以被造謠成要機密資料 真的是太荒謬了 當天包括藍營跟青鳥的對決情況 在路上有一個阿伯他舉著一個納粹的旗子 現在當時很多綠營都說 這個藍營怎麼可以舉納粹的旗子嗎 包括了民進黨的立委許智傑 他說是不是 後來被發現之後他就說 原來這個阿伯是有民進黨的黨政的 後來被抓到之後 許智傑就說 是不是刻意加入民進黨 為了抹黑民進黨 但是真的不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黨政現在也被網友發出來 入黨時間是在1992年 這個黨政是在這裡 結果蔡振元現在說 難道現在民進黨的立委跟民嘴 應該總該道歉 不要裝沒事 國民黨也發出聲明說 王定宇 許智傑不願為抹黑道歉 許智傑甚至還批國民黨的誠心太慢 這種囂張的嘴臉 民眾都看在眼裡 但民進黨的態度怎麼說 民進黨看起來切割 他說這個黨員 2010年已經未繳黨費 已經自動退黨14年了 跟民進黨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民進黨的說法 那昨天其實民眾黨也有辦一個宣講活動 柯文哲就很拼說 民進黨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甚至民眾黨的議員陳士軒就說了 現在立委帶頭造謠 在市場外面恐嚇攤販 說如果消費糾紛不開心 立委不爽就可以把你們叫到立法院去問話 就站在市場門口抹黑造謠恐嚇人民 這就是他們的我們的執政黨 那現在看得出來 民眾黨現在開始要展開攻勢了 尤其黃國昌在下週一也要開記者會了 要開什麼記者會 要揭發雞蛋採購幣案 立刻啟動國會聽證調查 黃國昌說 他說期待國會職權修法生效之後 立刻啟動國會的聽證調查程序 讓官員們不敢再說謊 話回來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現在民進黨要繽紛四路 要申請釋憲 可是大法官大家會說 難道真的接下來就會幫民進黨 這個脈絡來做解釋了嗎 沒有 這個繽紛四路 到最後還是要整合 到最後還是只有 就是第一個請暫時停止 然後另外一個是釋憲 這個 我當然對我們現在的大法官 我是完全不信任 我坦白講完全不信任 很多人都不信任 看裡面的人怎麼講話就知道了 是 那反正就看著辦 你如果敢真的再暫時停止 然後讓這個法案要暫停半年 那我建議立法院就把司法院的預算給刪了 直接刪掉 直接刪掉 要這種司法院有什麼用 那如果進入為憲審查 也要看他們怎麼審 說實在話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現在 現在的問題恐怕不是釋憲 因為釋憲我們也不會看到 現在也不知道結果 對 我們現在比較確知的是 這個法在覆議被否決之後 那總統 總統就要頒布 公告 他要公告 那公告之後如果立法院要開始實施呢 那民進黨要不要接招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可能即將進入休會 現在都六月下旬 這會議快結束了 對 所以 藍白有可能會對賴清德提出邀請 就是國情之文 不過那個也要到開議後 下個會期的開議之後 就九月 過完暑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考驗 就是賴清德要不要接招 因為你立法院休會 你也不能夠行使調查權 因為他只能夠由委員會來行使 然後全院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會是 第一個考驗 就是賴清德會不會 認為說釋憲之後 才一切塵埃落定 然後在 這個法案還沒有釋憲結束之前 立法院要求要實施 他要不要尊重 是 我覺得這個考驗他 因為現在外面的謠言蠻多的 我還聽到一個謠言說 賴清德並不太贊成釋憲 他不贊成 結果現在連總統府都分頭釋憲 柯建民都喊話了對不對 所以我基本上 我基本上認為就是賴清德 就是鬥雞總統 就整個氛圍事實上他都沒有制止 事實上一個國家如果處於 這樣的一個政黨鬥爭當中 這個最有那個高度 來希望政黨緩和的就是總統 是 那結果他沒有扮演這個角色 不但沒有扮演 而且還衝在前面 這個黃埔軍校的演講 就非常明顯了 他已經在指控 國民黨有人是假黃埔 有人是投降主義 是 我們有看過這樣的總統嗎 而且是在人家的百年校慶講 公開場合上一樣講 而且是黃埔 就這個人就是喜歡搞鬥爭 喜歡搞統獨鬥爭 喜歡搞忠誠鬥爭 那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對他客氣 不要把他當做全民總統 他就是民進黨的鬥雞總統 對他不需要有任何尊敬 這樣的人連這麼重要的場合 都可以拿來鬥爭政黨的對手 我們為什麼要尊敬你 可恥 可笑至極 搞視線 如果你要搞視線 那就讓司法院來跟立法院大鬥 你總統都不中立了 總統你連高度都沒有 連黃埔軍校百年校慶 你都拿來鬥爭在野黨 藍白一樣 藍白為什麼要客氣 是 那大家都來 凍結總統府預算 凍結行政部門預算 大家都來搞 反正你只要視線一面倒 那總統府跟行政院的預算 也全部凍結 全部凍結下去 全部凍結 大家都來搞 不用客氣了 不用客氣 這有什麼好客氣 一個總統當格調弄得那麼低 對他有什麼好客氣的 就先直接從總統府的預算凍結 是 所以我是覺得未來 就本來我們的憲政體制的設計 就是希望總統還有一點 不要介入政黨鬥爭 事實上以前 陳水扁踢台 對不對 陳水扁也去踩煞車 是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作為一個總統 不知道自己可以扮演一個 政黨中立的角色 來促成朝野的和諧 然後自己還搶在最前面 當鬥雞的頭 那坦白講這種人 不需要任何人尊敬 好 我請教兵哥 兵哥怎麼看 現在民進黨用拖延戰術 甚至用所謂的抹紅戰術 還包括批鬥 甚至還有造謠 你怎麼看 民黨向來就是一個詐騙集團 他做什麼事情 都是無所不用其極 這個黨是沒有什麼道德正義感 他要的就是實際得利 所以他什麼 只要能夠對他有利 什麼爛事他都會去做 所以他不要去相信什麼 賴清德反對釋憲 我根本就不相信這種事 他們一定會去釋憲 所以這是他必然會去做的 那你懶也不用對賴清德 有任何期待 不用對民進黨有任何期待 對民進黨對賴清德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跟他幹到底為止 因為你別無選擇 因為人家根本沒打算 要跟你講什麼道理 他就是要跟你硬幹 所以這個泰絲擺得很明了 那我就覺得 老柯我就不提了 因為老柯最近 不知道在回音亂影什麼東西 完全看不懂他的邏輯 那王毅川我就覺得很好笑 這時候突然冒出來 對 你這時候突然又醒了 你這麼厲害 你知道中國大陸逼韓國瑜 一定要表態 所以是怎樣 你在大陸也監聽了是不是 能監聽中國大陸就對了 對 你大陸的手機你都監聽 你聽到習近平這樣跟韓國瑜說的 不然你怎麼知道的 本來韓國瑜院長為什麼 對 這是行政院 把立法院的決議打回票 那身為立法院長為什麼不能表態 當然可以表態 過去王金平也表過態 為什麼韓國瑜就不能表態 所以是你們自己在亂搞 你們在鬼扯 所以這個王毅川 你到現在還沒有解釋 你的資料到底從哪裡來的 你不敢講 所以眾人還好意思跳出來 老實說 今天這個PTT上這個文 其實是D卡轉過來的 D卡這個文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沒有人知道 也許是胡說八道 也許真的 但是台灣社會 確實被民進黨操弄到 現在這種氛圍異常的嚴重 批鬥大會 對 好像跟民進黨的觀念不一樣的人 這個人就有問題 這個人就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這個人就應該要滾回大陸去 你自己爸媽都不放過 是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一個狀況 然後民進黨到處在造謠 說藍白為什麼要通過這個 國會調查權什麼 就是為了要去刺探國家機密 為了要去刺探台積電機密 你們在胡扯什麼東西 明明法都在那個地方 你們都不去看 然後我告訴大家 誰最明目張膽 要刺探台積電機密 你知道是誰嗎 美國 你忘了美國上次直接 叫我們的廠商把資料拿出來 然後我們的經濟部罰 王美華還幫著美國去做這件事 記不記得這件事 所以誰正在出賣台灣 就是民進黨 不是嗎 民進黨出賣台灣 你們一點都不怕 是這樣 是只有民進黨可以賣 其他人都不能賣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知道在胡扯什麼 黃孟凱去要台積電的機密資料 他真的敢去這樣要嗎 他居然要你會給嗎 所以這根本就是鬼扯 但是我跟你講 綠營就是很多腦殘支持者 就是會信 因為這些人很奇怪 綠營的支持者 他們永遠不看新聞的內容 永遠不看事實的真相 只要是民進黨亂傳了一些東西 他們都信以為真 就是這樣 然後民進黨就因為有這些支持者 所以每天在那邊造謠抹黑 像這個納粹奇這個事情最好笑 後來大翻車 這個人不但根本不是國民黨的 他支持的主張 也跟國民黨不一樣 而且他以前還是民進黨黨員 然後王定宇 許智傑 開始又再轉移話題 轉移目標了 所以我說 這些民進黨的人就是說謊成性 然後從來不會為自己做錯的事情道歉 然後硬去栽贓 你看當時大家記不記得 綠營的三明治鋪天蓋地說 你看國民黨跟納粹走在一起 你說這次的兒支持納粹 喊得很大聲 講得跟真的一樣 那些政論節目 包括很多我們同一頁都要這樣講 現在呢 你們這些人有出來道歉嗎 有嗎 根本沒有 翻車了嘛 對啊 無所謂就落過不提了 趕快換下一頁 不就這樣嗎 所以你要一直支持 這樣子一個說謊成性 每天造謠的政黨嗎 說真的 只要民進黨在台灣一天 台灣就永遠動盪不安 民進黨不倒 台灣永遠不會好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彭博報導說 有一個35歲的晶片產業的 他去參加立法院的這個活動 真的工程師有到這麼閒嗎 可以去參加立法院的周邊活動 我認識的工程師 其實都還滿辛苦的 根本沒有時間 那現在綠營用這套說法說 你們藍營拿這些資料 就是拿台積電的機密要泄密 憲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段時間 從整個國會改革法案的立法 到現在其實也受夠了 這段時間所有的謠言 你看從什麼小吃店會被查 什麼土豐五色會被查 這些東西全部都出來了 到前一陣子 還有辣椒醬的什麼營業祕密 你的那個祖傳的祕方會被公布 然後到台積電的什麼祕密會出來 其實說出來的 這是比較不可思議的是 執政黨在帶頭造謠 這個其實是一個 滿不可思議的事情 也就是說其實民進黨即便 他現在已經執政八年多了 但是他還是用一個 在野黨的那個個性 胡鬧的個性在執政 否則他怎麼會在 我們在立法的這段時間 他一直說黑箱立法 然後沒有給他 那個足夠的討論時間 那我們把一個一個的直播 把它放出來給大家看之後 他又開始跟你扯抗中保台 那你們也知道 就是前幾天柯總昭 或者是像那個沈柏洋 他們又開始講了 說我們這些什麼 藍跟白的立委 這個都是中共派來 跟中國合作的 然後不管這是國會改革的法案 或者是接下來的NCC的審查 或者是黨產的問題 或者是有哪一個 重大的建設案件 他們都說這是為了逃空台灣 讓台灣變窮 或者是說這是為 配合中國大陸來的修法 他都這樣講 他說這個是一套組合權 為的是什麼 叛變 叛國還是叛變 這是那個沈柏洋講的 就扣你們一個大帽子下去 對 那我們 我講一個簡單的 誰不討厭叛變的人 誰不討厭叛國的人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子 但是民進黨他的習慣 就直接扣一個帽子上去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 就是有非常多的 有一部分的年輕人 或是有一部分的青鳥 其實他對於資訊的獲取 他是很輕率的 他覺得這些人告訴他什麼 或是所謂長期跟民進黨 合作的公民團體告訴了他什麼 他就全部信 神信不疑 對 他信了之後就出來鬧 當然我也討厭反民主的人 我也討厭黑箱的人 我更討厭叛國的人 可是在這個案子都沒有 今天國會改革法案過了以後 不只是對過去的一些必要 我們可以看看能不能把它查出來 重點是為了未來 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在野黨 每一個黨都可能成為執政黨 在未來的50年 100年 我們都需要在野黨 擁有這些權限去監督執政黨 請問這個錯在哪裡 這個跟中國又有什麼關係 好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後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現在兩岸局勢越來越緊張 共軍也是步步進逼 現在共軍的西安舰也現身了澎湖南潛 這個是有漁民拍到說 這樣的一個畫面情況 其實在18號的時候就有漁民在金門海域 直擊到所謂的陸方的進擊 094型的飛彈核潛艦 這時候20號又有漁民在海峽中間附近 發現這個懸號153的 大陸飛彈驅逐艦西安號現身 那個西安號其實大家也很好奇 跟他同等級的是什麼 跟他同等級的就是052C的驅逐艦 可以單獨或協同海軍其他兵力 攻擊水面上的艦艇跟潛艦 而且具有警戒探測 還有區域空防的作戰能力 那漁民說其實這也不是新聞了 因為他1月底的時候 就在西美的西南海域 看過共軍的奇奇哈爾艦 而且被我方的軍艦尾隨 感覺是對岸在武嚇一個氛圍出現 那現在前國防部長楊念祖他也說 台灣海峽的水道太淺 不適合潛艇沉到水裡活動 潛艇是往深海走道進行核打擊的情況 那為什麼不走巴士海峽 要走台灣海峽呢 這個是很突兀的特例 因為過去好像沒有類似的一個情況 而且這一次到底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好像也無法真正的掌握 那除了海上之外 中共現在發射運載衛星火箭 也飛過台灣上空 國防部的說法是說這個高度位於大氣城外 所以對台灣沒有危害 可是大家還是滿緊張的 那緊接著7月最重要的就是我軍的漢光演習 那漢光演習現在是不是不演了 因為這次漢光演習變革三個階段 軍方高層說了 沒有劇本而且最監禁實戰的一次 看得出來好像氣氛越來越緊張的感覺 因為這次不再有預檢還有預叫的動作 軍方高層就說了 這次沒有劇本是歷年來最接近實戰的一次 那官兵能夠感受到各項的作為 而且要調整最後階段的持兵經驗 而且是讓部隊從上到下都要熟悉防衛的作戰計畫 可是大家很好奇 連軍方的漢光演習都要配合賴清德總統的強硬態度嗎 沒有劇本難道就變成直接來了嗎 所以現在變成說 是不是背後由美方來給所謂的軍方來做撐腰 現在中國官媒就批說 是不是把台灣當作飯碗 葛萊儀酸我顯然挑動了北京的敏感神蹟 中國官媒的環球時報 以全版的報導來對葛萊儀發動人身攻擊 環球時報說葛萊儀將台獨話術 拉入學術範疇把台灣當作飯碗 那葛萊儀就說 我顯然挑動了北京很敏感的神蹟 也許中共也應該停止扭曲2758決議文 而不是對他發動人身攻擊 可是這樣的情況大家很好奇 這樣對台灣真的有幫助嗎 還是認為美國的爸爸真的會給台灣來靠呢 所以看得出來 現在兩岸持續緊張當中 還是有些人要做些熔兵的一個動作 那包括民進黨的大咖 也想要跟對外人來做些熔兵 來跟國民黨來做取經嗎 因為現在藍營超大咖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要到 中國大陸來見 國台辦的主任宋陶 可是他要去的時候 這一段時間大家也在傳說 是不是鄭文燦 新潮流的大哥鄭文燦 現在也低調的 拜訪了王金平來跟他密談 因為在王金平訪大陸的前夕 海基會的董事長鄭文燦 跟海基會的秘書長羅文嘉 日前私下拜會 王金平來做審議 那根據報導轉述 王金平向鄭文燦表示 兩岸的論述 模糊才能創造空間 如果賴清德強硬不改變的話 老是開口閉口都說 中國或是互不隸屬 導致兩岸論述走向清晰化 就會比較少的交集 可是大家很好奇 鄭文燦現在的態度突然轉變 還跟王金平來做會談 這是不是代表民進黨有不同的 對於兩岸有不同的想法 來 先請教亮哥 這個鄭文燦也沒有用 人家看的是總統 不是看你海基會董事長 不是 當然不是 事實上洪金昌也當過海基會董事長 那他也是很有彈性務實的人 那陳水扁第二屆有任何突破嗎 沒有 所以這個沒有用 是 事實上能夠做的事 好好的去勸賴清德 不要一天到晚當鬥雞 那可能賴清德也不想見他 他們兩個關係不好 所實在 葛萊伊這個事實沒什麼 因為美國都有一些官員都公開 在講2758的決議沒有涉及台灣 是 所以我覺得環球 你也不要把它當作官媒 人民日報沒有跟 這個當然 中國大陸一定是反對的 可是問題是美國搞這個也沒有用 因為除非你美國去聯合國重新提議 那因為這個叫重大決議 到時候要三分之二 美國根本不可能贏 而且中國還是安理會裡很圓 你怎麼弄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的官員那邊叫叫 然後美國國會有通過法案 又怎樣 沒有用 你看布林肯都把話講到那麼白 說WHA美國會支持台灣到最後一刻 結果提案他有簽名嗎 沒有 不了了之 還是11個友邦提案 還是原慣例 正反各派兩個人發言 發言完就結束了 第八年 第八次這樣 所以美國 我就覺得大家不要被美國那種話術 給騙了 是 美國叫叫叫 到了關鍵點他沒有做該做的動作 就縮了對不對 不然你WHA你可以主題案 那票數肯定會比較多 不一定會過 可是票數一定會漂亮很多 不會只有11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外交的東西虛虛實實 美國對台灣就是虛的太多了 虛的實在是太多了 至於這個 中國大陸的軍艦 你會逐漸都讓你看到 我認為是故意的 故意要給我們看的就對了 不然你 那個吊小管的船會看到大黑管 而且太明顯了 這個機率太低了 而且我覺得他有點故意就是 他為什麼要走台海 就是要傳達一個核威射的味道 因為他是核動力潛艇 對 而且他上面有裝那個 洲際飛彈 可以射1萬公里 是 所以我覺得 坦白說那個菲律賓 最近不是剛發生那個事情 就是大陸的海警船 把那個八個菲律賓的 那個突擊隊員繳械 有一個手指被撞斷 事實上他背後有052D 也有另外兩艘055 所以不是說中國海警特別強 什麼菲律賓的海豹部隊打不過他 不是這樣 而是他真的是下重兵 而且連075都出來了 3萬噸的 後來075還停在線兵礁 在那邊繞了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態勢 台灣真的要小心 因為事實上也有人說 這個是不是沙菲警台 就說 你如果真的要搞那菲律賓 我就可以這樣幹 示範給你看 是啊 因為他集中相當多的軍艦 所以美國算了也退出 如果是台灣也碰到這種狀況 你到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是覺得最近整個 周邊的氛圍其實是蠻緊張的 比如說中國跟菲律賓 俄羅斯 普京去北韓 也擺明了就是要做軍事合作 現在隱形樂也很緊張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個台獨22條 只是剛開始而已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動作 還沒開始 是 好 請教兵哥怎麼看 因為你看現在好幾次都出現 我們的國防部好像也沒有 有相對應得住 他們只說有掌握 但是掌握多少也沒人知道 他每次都掌握 掌握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態勢 對我們來講很危險的在於 就是我們到底打算的 最後防線是什麼 我不曉得 因為顧立雄告訴我們說 要到十二海裡 然後說我們現在沒有第一級 我們是只有自衛權 把我們的國軍變成了自衛隊 請問一下 如果敵人 解放軍直接進到十二海裡內 我們到底要動手還是不動手 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樣的反應 顧立雄完全沒有名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讓 第一線官兵非常困惑 他現在長期在台海周邊出現 他當然是故意給你看 他就是要讓你習慣 也讓不只是我們的漁民習慣 我們的民眾習慣 他要讓外國人習慣 對 他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這就是我解放軍的 讓他常態化就對了 對 就讓他常態化 我就在那邊執法 就是這樣 你知道這種929次就變成 全世界都公認 他就有權在這個地方活動 這個對我們是非常不利的 那請問一下我們打算怎麼反制 已經好幾年了 我們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想要反制的方式 這個下去其實情況對我們 是越來越不妙 顧立雄的台詞 我們有掌握狀況 那怎麼應對要拿出辦法來 對不對 到哪一天解放軍都在你家門口敲門 我知道他要來 你知道嗎 還是要拿出辦法對不對 這太誇張了 你要有對抗的策略 那漢光演習你要不照劇本走 很好 你更貼近真實 OK 那請問一下演習結果 可以告訴我們嗎 你沒有按照劇本走 這次演習的結果 以前有紅軍跟藍軍這樣對決 可是這是沒有 現在沒有 所以你們自己內部的評估是什麼 這樣玩是比較好玩嗎 你要找出來 總是要有一點成果 不然演習的意義何在 那我就覺得美國老師 只有葛萊怡他們這些人 每天就會寫文章 每天在那邊窮救什麼 2758號決議文 其實你根本不用去討論 這些東西 美國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知道 不是去研究法理上什麼樣 什麼樣 你美國直接宣布跟中國大陸斷交 跟台灣建交就好了 對啊 就這麼簡單 沒錯 不是直接搞定嗎 表示你承認台灣的法定地位 這不是最好 就不用去折騰什麼 什麼聯合國決議什麼東西 講這麼多不如做一個動作就好了 你就直接跟我們建交就結了 或者你也可以不要跟中國大陸斷交 就是美國你覺得身體力行 我也想跟中國大陸建交 我兩邊都要建交可以嗎 兩個都要 對 那逼著大陸跟你斷交也行 那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你一直在講說你支持台灣 力挺台灣 你說中國大陸包藏禍心 你說中國大陸會危害自由世界 那結果你跟他建交 不跟我們建交 請問什麼到底 你告訴我什麼理由 所以根本就在鬼扯 然後美國越是這樣做 越覺得我們就是被人家玩弄 被人家當棋子而已 那現在王靖炳要去大陸 王靖炳去大陸我沒什麼意見 但是我只提醒國民黨一件事情 不要每天老是想著幫賴清德 幫民進黨當煞車皮 現在或賴清德自己闖出來 他是執政黨 他是總統 他自己要去收拾 國民黨沒有義務 也無需去做這件事 這個責任你也扛不起 國民黨要記住這個原則 只要不當煞車皮 王靖炳去幹嘛就去幹嘛 我一點意見了沒有 來 請教中憲委員 我認為就是最愚蠢的領導人 就是把貧窮跟戰爭帶給下一代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們明明有可以用緩和的方式 繼續保有主權 為什麼要把主權拿來當作賭注 然後跟對岸這樣子大小聲 當全世界所有的政權都覺得 中國大陸的崛起是一個事實 而且它的軍事武器是大家擔憂的 但是只有民進黨政府從來不怕 整天還是敢跟他大呼小叫 尤其是賴清德520的他的演說 被中國大陸直接認為是台獨白皮書 這是滿嚴重的一個認定 然後接著中國大陸開始走 聯合利劍的環島演習 然後開始那個ECFA的關稅的減讓 他也開始跟你部分的開始取消 再來又搞了上五大機關的 那22個對台獨分子的建議 所以這一連串下來文攻武嚇 請問一下對台灣人到底有什麼好處 今天領導人 如果你今天的所作所為 對於國家安全有幫助 你有所作為或是強硬起來 這個我沒有話說 但是你今天的作為是不是是反其道而行 反而讓兩岸落入一個更危險的狀況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聰明 而且萬一兩邊插槍走火 我覺得以烏克蘭的例子 你覺得美國真的會像民進黨一樣 真的會出兵嗎 其實我是打一個大問號 而且如果說萬一有什麼戰爭狀況發生 其實是不是你把我們 加速的往武統的方向衝 你反而主權就沒了 所以應該真正聰明的領導人 應該是要緩和兩邊的這種危險的狀態 而不是說一直去升高這個危險 那目前雖然說鄭文燦他試著 譬如說他想要左王金平的路線 試著兩岸能不能用一個 和緩的方式去溝通 但是考量到鄭文燦他跟總統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的樂觀 我想說鄭文燦他有他的努力 但是這個努力有沒有辦法有效果 在我們國家上面 我覺得這個目前我是沒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還是希望說 執政者還是要以蒼生為念 任何一個風險都不能夠去賭 要想到民眾 不能拿國家的主權 不能拿國民的生命去跟他賭 這個可能性 這都不應該 其實你很簡單 你最後想要換來的就是選舉上面的優勢 因為現在所有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在講完國會之後 其實也要來看看行政單位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就職已經滿月了 可是這個滿月卻有一個新的民調發現 賴清德已經流失將近200萬的民意支持 而綠營內部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意這件事情 來看到的是這一位專家 尤盈龍老師他特別講了 他覺得問題還是在內政 他認為內政問題難解 所以就有可能 當大家又看到立法院裡面 還有很多衝突 朝野關係很緊張 大家就不安 不安就容易支持度會掉 這個是在跟賴清德總統喊話 那不安在哪裡 不安在生活 在荷包裡 在去吃個早餐 被發現告訴你 低銷每個人是80塊錢 你才可以進來吹冷氣 而且也只能吹40分鐘 如果你可能買再多一點點的話 就可以延長時間到一個小時 連吃早餐都要吹冷氣 要這樣的規定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電費漲價了 現在甚至以前可以補貼社福單位 可以補貼學校 目前台電已經正式發函給各單位 抱歉 自己處理 個人造業 個人單 你要需要吹冷氣的話 那我們就不補貼你 你自己負擔 忽然之間我想起了 那個郭智慧部長講的那句話 叫做補貼代多會造成浪費 是這樣嗎 郭智慧在告訴大家沒有缺電 甚至還說了 每一個月都會公告用電量讓大家放心 那我們就想問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社福學校為什麼不補貼呢 為什麼要苦我們的小孩呢 民進黨不是最喜歡說不要苦孩子嗎 好 現在呢 澄清沒有缺電 整個民進黨動起來 王定宇發布了一個動畫 告訴大家那個不叫做缺電好嗎 那個叫做呢 我們配電的系統 輸配電系統 現在必須要好好的來管理 才能夠對症下藥 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就讓我們想到了 衛福部次長林靜宜的發文 原因是因為他告訴大家 哪有缺生理食鹽水啊 那個呢 叫做2000cc的沒做了 改500cc的啦 500cc的2000cc的沒賣 你就說缺貨 他說你要堅持這樣講呢 我也是尊重啦 結果下面翻掉了 說身為衛福部次長 這樣說他真的很糟糕耶 牙醫診所最近也都叫不到 廠商都說要排單 這樣還叫做沒缺貨嗎 後來沒辦法了 他必須要發文道歉 這一些都是賴清德的官員 賴清德的內閣 外星人內閣 這還不是我們自己講的 這個是民進黨的每一部 有人在傳的 外星人內閣跟民眾的距離 現在是真的比火星還要來的遙遠嗎 目前呢 他們下一波要怎麼樣來做 政治上面的操作 有可能就是罷免了 王偉安的分析是認為 這一招其實不錯 原因是因為 本來是挺白的 現在可能會回到綠的 而且就算罷免沒通過的話 沒關係啊 因為已經再動一次了 那個亮能動起來 有利於下次選舉 著眼的還是選舉 柯智恩講說現在在高雄 他聽到的是 每天民進黨都在提罷免 結果陳其邁告訴他 哎呀 高雄人做金爛咪啦 我們有罷免過啦 你做了沒後 所以我們收回投票權 他認為天經地義 可是亮哥覺得罷免叫做仇恨動員啊 那好啦 如果真的要走這一波的話 藍的會面臨 綠的也會面臨 比的是什麼 心理素質 好啦 這邊就要點名葉原資啦 原因是因為 在這個友台媒體呢 曾經王毅川在節目上直接 就點名他 說他被罷免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是因為怕被罷免才會主動去單挑 王定宇 然後下面呢就發現 網絡上面就有一堆討論說 喔 葉原資好像真的很容易 葉原資去三立 其實藍的好像也都不是很喜歡 還有另一個人 綠的仇恨值比較高的 可能是黃潔 黃潔直接說 先問高雄人吧 要罷免我 你先問高雄人 結果下面有人留言說 我高雄人我同意 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真的是在比 心理素質 來請教波及哥了 當政治人物必須要面對所有人對你的指教批評 這個是應該的 可是呢 如果說一個月就流失200萬的民意支持 那到底他有沒有聽到那個指教批評 嚴格講起來 游盈隆老師民意基金會他的民調 5月份跟6月份實際上只有隔22天 其實是不到一個月 當然這種民調我們就做參考 實際上就是賴清德在這一個月 他實際上第一個他消失 大部分的議題他都不參與 他都用民進黨主席的身分 第二個他在鼓動對立 就是在所謂的立法院的修法衝突裡面 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團結全國的立場 而是站在其中一方 然後去指責在野黨亂搞 所以當今天變成一個所謂的 製造衝突的這樣的領袖的時候 多數民眾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前面兩段 我們講到很多這種所謂意識形態 但是真正許多的人民在乎的 就是我平常的生活 我買不買得起房子 我攪不攪得起睡 我攪不攪得起電價 我開不開得起冷氣 我想這個才是一般民眾 心裡面真正他想要過的好生活 所以內政的議題 才是賴政府的關鍵 兩岸你再怎麼樣股東抗中保台 你再怎麼樣營造這種所謂 意識形態的對立 那都只有天平最極端的兩群人 他們會有感 可是絕大部分 尤其是維持現狀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主張的民眾 他們在意的就是每天的生活 而現在不管是這個所謂的 郭志輝說你房間 三個房間不用裝三台冷氣 可以裝兩台就好了 然後後來改口說 我是說房間沒有人 可以關冷氣 這兩個完全不一樣 你怎麼可以講在一起 然後去講什麼生理食鹽水缺不缺 什麼電缺不缺 在民進黨的世界裡面 從來沒有缺電 從來沒有的 大停電這麼多次都是不小心的 都是小動物 都是人為的 都是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台電 民進黨執政八年 台電都沒有改善 然後我們的人民 現在撥補台電好幾千億 你覺得這樣公平正義在哪裡 我們的繳的稅 我們每年繳的稅 現在還有1000億的追加預算 要等著讓業員資來審 還在立法院 送到立法院1000億追加預算 要撥補台電的虧損 我們一般人民就是這樣 被民進黨政府 那個叫做人告訴你 他要多少就是給他多少 可是供電的品質 有沒有辦法改善 我覺得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在野黨立委 都在省這1000億的追加預算 要求台電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供電品質 比如說每個縣市 平均斷電時間 什麼必須比去年要好 而且要好到百分之多少 才能夠把這1000億追加下去 我覺得這個都要定相關的KPI 否則台電 就只是無止境的浪費而已 好 民生內政很重要 但是下一波來源之 大大免時代來臨的時候 心理素質很重要 我還好 我們在坦坦面對 知秋對決 但我想要講一下林靜宜 因為那時候行政院發布說 林靜宜當衛福部次長的時候 我們還想說 以後是變成個造謠內閣 因為林靜宜很會隨便亂講話 以前她一當立委的時候 就一直攻擊我們新北市 說新北市什麼醫護人員 都不認真打疫苗 不認真幫大家打疫苗 導致假日施打率很低 但實際上當時 因為新北市是疫情重災區 所以大家都很忙 沒有什麼懶不懶的問題 混不混問題 大家都在防疫 但是她就出一張嘴 所以這樣的人當次長 我就覺得說 怎麼好像不是很適合 但是你看她現在這樣子 又開始擦脂膜粉粉絲太平 你就繼續好不好 林靜宜你就繼續 因為你這樣子 就只會讓基層非常不爽而已 因為這一次她的發文 不是國民黨在吐他 是基層醫師在吐他 我也看到很多網友在吐他 沒有缺蘇益 是配貨問題 所以以前也沒有缺疫苗好不好 也是調度問題 因為疫苗都在日本好不好 疫苗都在美國 也沒有缺雞蛋 也是調度問題 因為雞蛋在巴西 馬上民進黨 你就繼續這樣講就好了 你看人民會不會反撲 然後王定宇在那邊做動畫 這麼認真粉絲太平 說沒有缺電 好啊 我就退一萬步 接受你的說法 請教一下王定宇 你做立委是第一天嗎 你也做了十幾年了吧 你為什麼今天才點出 這個所謂的配電問題 你為什麼這幾年 你做立委管台電 你為什麼都沒有要求 台電把配電問題處理好 大家想想看 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當時民進黨也說 不是停電 不是缺電 是小動物 然後叫小動物背鍋 那我就問 小動物出來背鍋多幾年了 有沒有 小動物出來背鍋也四五年了吧 那這四五年 你為什麼不能把配電系統處理好 上兩個月 在我們板橋下大雨就停電了 說是因為什麼電線桿的開關 被弄壞了 造成虧線跳脫 現在電網是不堪一擊 那你為什麼台電 不願意編預算去把它弄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部分台電的錢 都拿去補貼發電成本了 因為我們現在綠電的發電成本 就是很高 所以他怕電價這樣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 只好少弄一點錢去補那個電網 所以王定宇還好一直出來 講這些有的沒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是越辯護 越讓人家覺得很賭氣 那罷免部分的話 反正現在他們是主要是政治鬥爭 因為在我那一區就是新潮流 想要做立委的位置 先射箭再畫拔 我們現在動不動就是 反正都亂講一通 現在罷免團體 去參加民進黨的活動 說找不到我 所以我什麼事都沒做 我現在也在找那個罷免團體 我要跟他講Google是個好東西 有沒有 我有立法院辦公室 也有板橋的辦公室 地址電話都公開 很多人都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有時候稱讚我 有時候叫我選民服務 有時候罵我 所有人都找到我 只有罷免我的團體找不到我 他就是為了黑你有沒有 什麼謊話都說得出來 都是很多謊話 本質是政治鬥爭 跟我做得好不好 我做了什麼事情都無關 就是一個搶位置之爭 所以我們一定是正面對決 我們要告訴我們板橋民眾 現在都是民進黨的陰謀 我們還是會用政績跟問政 來說服大家 好 來 請教毛哥 我真的覺得 林靜宜出來講這些話 他到底是要講給誰聽 我是不會是輕易放過 他的發言內容的 因為裡面透露了太多玄機 甚至林靜宜的發言 再度證明國會改革法案 一定要貫徹 一定要執行 為什麼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發言 他說2000CC的這個生理食鹽水 這個輸液買不到了 給你500CC的 好不好 你說買不到 給你500CC 那500CC大家有沒有想到 它是一個新的規格包裝呢 新的定價 對 它的價格又是什麼 它的廠牌有哪些 它的進口代理商 你想想看台灣現在到底是什麼 第三世界國家 我們自己已經 因為一家廠商不做 我們就會缺生理食鹽水了 台灣有這麼第三世界嗎 那實際上就是了 那是哪些廠商 會不會又比照巴西混蛋的模式 奇怪的廠商得到了一個 臨時的標案 因為他缺 所以要及時的授權給他 讓他去進口 那以後沒有經過公開的審理 他就獲得這個標案了 這些案子不用經歷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在北京發布嚴懲的訊息之後 我們觀察到賴清德總統 好像態度低調許多 而且安靜的許多 大家回顧一下 在6月21號國台辦 開記者會發布依法懲戒 台獨的頑固分子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的這些意見之後 我們截至剛剛錄影前 其實賴清德在臉書上 並沒有發表針對這件事情來回應 做出任何的意見陳述 甚至繼520演講喊話之後 說兩國互不隸屬 到6月13號接受 時代雜誌專訪的時候 又在出面談兩岸問題 可是都沒有談到 懲戒相關的議題 難道大家也質疑 是不是懲戒蔡英文 前總統不受訪的作風呢 那中國大陸懲戒的台獨 傳出最重就是除以死刑 那現在包括了這個央視 其實也緩加他說 其實是針對極少數的一個情況 他說包括了針對這個嚴密的法綱 然後包括像是嚴格的追責 還有嚴厲的懲處 這個部分該寬則寬 只要主動放棄分裂立場 不再實施台獨分裂活動的話 符合這個條件就可以撤案 僅針對極少數的台獨頑固分子 他的分裂活動 但是這個態度也讓大家分析說 是不是先硬後軟 僅是意味濃厚呢 那也看看賴清德總統的反應 到底如何 不過目前看起來 賴清德總統好像沒有反應的樣子 那大陸官媒現在也指出 如果台獨頑固分子不懸崖熱馬的話 那必定是力見出鞘 甚至做出這張圖 那這張圖是央視旗下的公眾號 叫做日月談天 他點名包括蘇貞昌 游錫坤 吳釗燮 顧力雄等 曾經列入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的政治人物 力見已經高懸了 下場清新可見 民進黨如果不懸崖熱馬的話 等待必是力見出鞘 那他做出這張圖 那目前看起來 可能會不會到之前所裁示的 這個五個名嘴是下一波的對象呢 這個是立正爺將軍他分析說 他說如果大陸審判如果通過的話 就可以藉由司法互助來定罪 定誰的罪就是這五位名嘴的罪 他說全球有65個跟中國大陸 簽署司法互助的一個情況 如果過境的話可能就會被扣留 甚至之前懲罰了這五個名嘴 如果賴清德還持續藉著新兩國論跟中國鬥的話 最後吃虧的還是台灣的百姓 現在包括美國學者也分析說 中國大陸他的內外情勢比較複雜 那也展現出對台 相對來說是保持比較克制的態度 這位分析員他就說 中國現在面臨經濟還有清洗高層 甚至在美國菲律賓南海對抗的三個難題上 在台灣的問題上會比較謹慎行事 兩岸可能會在2025年加劇 但到2027年習近平尋求第四任的連任之後 可能會再次克制 但如果北京認為對台主權遭到挑戰的話 出手的機率可能就會大大增加了 再來看到的是 現在包括了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他說對於中共懲戒 他說非常荒謬 他說中華民國民選民選總統難道都台獨嗎 他的說法是說 難道2300萬都是台獨份子嗎 非常的不尊重台灣民眾自主選擇的權利 更漠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要國民黨的支持者要看清楚 可是問題是 投票的國民不一定就是台獨 而且中華民國的現任總統 曾經說過 那現實曾經說過 他是台獨的工作者 2017年的時候他就說 我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不管在哪個職務都不會改變 那民進黨大佬林卓水看了這一系列的態度之後 他也有感而發的說 民調顯示非台獨份子民眾只是少數 綠雲為少數說話無可厚非 但對於多數的台灣民眾的態度是怎麼樣 中共對他們的懲治就正當嗎 最好想清楚再回應 另一個部分談到就是館長 館長對於最近民進黨什麼事都要扯中共 製造中共的恐懼 他非常有感而發 我們來看看這段畫面 請問一下中共在哪裡 中共在哪裡 中共在哪裡 中國在哪裡 我們不斷的問 我們也沒有聽到你拿證據出來 到現在兩個月過去了 還在上面吹這一套 這個劇本 網路上面都可以嚇大家在笑 沒有中國你們是不是就不會辯論了 沒有中國你們是不是 沒進黨就什麼都要扯到中國 真正依靠中國的人就是民進黨 他來製造一個中國恐懼 真正靠中國共產黨吃飯的人就叫民進黨 沒有敵人沒關係 我們製造一個敵人就好 沒有敵人沒關係 我們整天潑屍潑尿就好 好 先請教亮哥 亮哥你怎麼看 6月20號國台辦發布了 依法懲治的消息 可是賴清德總統到我們現在錄影為止 都還沒有正面回應關於這個訊息 民進黨的態度到底是如何 那個林宥昌就代表民進黨 他是秘書長 是 對不對 那林宥昌那個講法也是很奇怪 賴清德40%當選 另外60%也是台獨嗎 至少我就不是 事實上國民黨的人哪有支持你那一套 可是重點是中國大陸這個意見 因為它四個領域涵蓋的範圍實在太大了 比如說第三點 推動台灣參加僅限於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 或者對外進行官方往來 軍事聯繫 這也算 那這樣江啟臣去推動那個WHA WHA 那算不算 去NWA就 所以我是覺得因為他寫得太犯了 因為他這個叫準確認定犯罪 然後寫了四個領域 那還有第四個領域 這個是新的 利用職權在教育文化歷史媒體 大肆歪曲創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所以劉寶傑他們五個人應該不算 因為他們五個人是在講假訊息 他並沒有去講台灣是中國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們是講大陸的新聞 對 然後就 有不同的方向 太扭曲了 扭曲事實 那我跟你講這個 因為他的範圍太犯 尤其是第三點 就是台灣要有一些國際的空間 這樣我看台灣很多人都是了 所以央視才會寫一篇文章 趕快還假一下 他就是怕大家從這個 行為的範圍 直接去推論那幾乎大家都是 對 所以他就說沒有 我們只辦一些比較嚴重的 他事實上我跟你講 他這個行為樣態有四種 接下來還有所謂的 首要分子 罪行重大 積極參加 所以他的意思應該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不是積極參加的 我想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可是 因為這個東西只是一個意見 意見不是說不重要 可是他還沒有變成真正的法律 雖然他是有所本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103條就 不准講分裂的言論 他是本著那個出來的 還有反分裂國家法 可是以前 那個刑法第103條 並沒有直接去講 你所謂的分裂是指什麼 那是哪些人要辦 所以他就決定把那個分裂的行為 的樣態分成四種 然後這個人的嚴重程度 也分成三種這樣 分等級 對 可是未來坦白說 這個要真正的寫進法律 把它寫這麼清楚 肯定有難度 還不一定 可是他會先辦 他會先辦 這個就是他就會行政開始 開始追 開始列出新的名單 是 我認為他還是會用公告的方式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了 像蘇貞昌 顧力雄他們那一批就是 就完全就是 對 台獨頑固分子 下一波 我認為他會用公告的 不會說 直接點名出來的樣子 好像每個人都有事這樣 這樣比較明確 這樣大家怎麼敢去大陸旅遊 對不對 這個就會變成這樣 當然他為了追溯的執法效力 會不會急於65個 司法付諸的國家 這當然有些國家 也不一定會理你 可是有些國家會 因為跟他關係很友好 所以這個就 變成不確定風險很高 我覺得 事實上昨天我也看到陳兵華 還有央視 他們也刻意要 說你大部分的人都不是 淡化一下 淡化一下 可是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像台灣的反滲透法 比如說 選舉年你去大陸回來 到底可不可以助選 每個人都不確定 就有模糊空間在 你就可能被約談 那約談之後大部分都沒醉 就是有這個味道這樣 是 兵哥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大陸顯然就是 在一步一步的加緊 他跟賴清德之間的 針鋒相對 賴清德很奇怪就是 他 我現在覺得賴清德 不負責任到一種就是 好像他出來喊一句話 喊完之後他就先跑 你看記者會是很簡短對不對 他 你自己把局面搞得這麼糟糕 然後你完全沒有任何對策 你沒打算要告訴我們 要怎麼辦 你是總統 請問一下總統可以這樣子 喊了就跑嗎 要我們自己想辦法就對了 這樣會不會太不負責任 對不對 好歹人家現在看起來 步步進逼 那你的反應到底是什麼 對策是什麼 沒有 看起來完全沒有 好像就打算混過去就算 你讓很多人身處險境 你都沒有感覺嗎 當然到這個他目前為止 還沒有正式立法 對 那我覺得他未來會越來越清晰 就是哪一些人 可能他名單都直接給你列出來 搞不好也有口袋名單了 會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因為這樣執法也比較明確 對 不然的話 要傷及無辜 對 不然每一個台灣人去 都要被抓起來 那台灣在那邊現在 就好幾十萬人了 是 所以我覺得他會 越來越明確化 但是問題來 當他明確化之後 就會出現 兩個其然不同的反應 就是第一個 看起來兩岸之間敵意就升高了 第二個就是 那這一個人假設真的 他們有機會抓他 比如說像我們講 他到了 跟中國大陸有引渡條約的國家 去的時候 那他們會不會去 跟這些國家申請說 我要要求引渡 這些海關被扣下來 對 那這些國家會不會同意 其實有的時候 這些國家不同意 因為世界上很多國家是 就是看犯罪的內容 如果是政治性的東西 他們通常是不會引渡 然後甚至如果 他是有死刑可能的 通常很多國家也不會引渡 因為這個可能會 害這個人去受到死刑的 不想擔這個責任 對 他不要去擔這個 所以他不會接受引渡 所以這中間會牽涉到 很複雜的過程 然後也變成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把你列入名單 那他就非抓不可 結果他不抓的話 等於他自己上失威信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對大陸本身也是一個考驗 就要看他到底打算 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可是我覺得 最讓我擔心的是 我們台灣好像每一次 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是除了我們在節目上 拿來講一講之外 我們就沒打算要認真去面對 沒有相對作為 對 人家現在開始在做 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法理上 或是在國際上 或是有其他什麼樣的方式 或是甚至私底下 也沒有什麼溝通的管道 去了解一下 老共的意圖到底是什麼 他到底打算要做到 什麼樣的地步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 任何這種管道 然後只剩下林又昌 堂堂一個執政黨秘書長 出來在講這個 他這個邏輯完全錯誤 所以因為我沒有投總統 所以我們都是支持台獨 錯喔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中國 我們今天又不是 投台灣國的總統 我們投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們認為我們是中國人 是你認為不是 對不對 你認為不是 我覺得林又昌的做法 很像什麼你知道 不能只有我被抓 你們都跟我一起的 全國一起被抓 大家都應該跟我一起 你不能只針對我 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真的拜託 民進黨 賴清德 林又昌 你們這些人有尷尬一點好不好 你們既然敢主張台獨 就自己出來挺身而出去面對 然後告訴大家 你打算怎麼樣去應付這個局面 然後什麼都不講 只會推卸責任 丟人現隱 陸委會的聲明寫 政府再次提醒國人 慎重思考 前往中國大陸的必要性 又來了 又是這一招 對 中憲者委員怎麼看 有關這個部分 就是延續剛剛亮哥所說 其實因為這個 他今天所提出來的 這個二十幾項 其實他不是法律 他還沒有到法律的階段 但是其實這個比 法律更恐怖 因為法律 畢竟成文法國家 你怎麼處罰 法律明確 我們反而好規避 不是規避 我們知道我們該怎麼做 不會處罰 但他今天告訴你這個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虛無緹渺 所以反而你在 你在 你不知道何時會觸犯他 不知道界限在哪裡 對 你完全搞不清楚 而且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要考量到一個 長臂管轄的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大陸 其實國際間的關係 其實看的就是實例 所以到時候 不是說 像剛剛陸委會說的 你要不要考量去大陸 而是你今天可能在第三國 都有可能被他處理 這個部分像什麼 所以早期我們詐騙集團 抓到的話 你台灣人在國外被抓到 是送回台灣 但是後來都送到大陸去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不是 新的例子了 它是一個長期就已經這麼做 所以非常有可能 如果說今天一個人 譬如說他在東歐或是在哪裡 因為這個東西被逮捕的話 他可能是送中國大陸 他不一定就是說 像以前一樣可以送回台灣 所以這個部分 目前國內是完全沒有因應 所以當這個問題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也有問我說 這個我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反而對於 中國大陸的這個講法 我倒沒有那麼的去 把力氣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講的這個東西 並不是已經一個 明文法律規定出來的東西 但是我們國家的領導者 應該要思考一個點 就是當我們的國人 因為一些民間的往來 就被誤判是跟政治有關 或跟台獨有關 而被抓了之後 你政府要怎麼樣給他協助 要怎麼樣救援他 要怎麼樣讓他能夠在當地 得到一個符合正當程序的 一個審判 政府這個東西到目前為止 什麼都沒有 相對的作為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